聽聞李師傅,即是梁襄師傅 梁襄師傅是葉問師傅的大弟子 是,他是葉問初期來香港的時候 他是第一個徒弟 他跟葉問宗師學 後來有人稱呼他為彪子王 彪子王 令春有三套拳 由小念頭、尋求彪子 其中,彪子手以前是不容易教人的 在永春裡有句話叫做彪子不出門 即是他不是很隨便教人 你說葉問宗師就是你師工 是嗎? 你其實應該在永春方面 工官都可以說是很正宗 我比較保守一點 因為很失禮,我就很笨 沒那麼多客氣 不知道什麼叫做…怎樣去改良 我都是依照老人家傳統教我的功夫 我就這樣教我的學生 我的功夫只會一般 只不過是教我的徒弟健身、防身 不要跌倒 有時候教一些老人家 所以我通常都是教一些很油的武術 永春根本就是女孩子功夫 女孩子學習比男孩子油很多 同時永春也是男派的太極 通常他們一直黏手 大家都用感應去做所有還擊動作 你說油,那是否油彈色 這些各有各的發揮 現在很多教永春的師傅都教得很好 是… 因為我比較保守一點 我教一些徒弟都是以油的方法 因為明春根本就是男派太極 所以他用的手法 各方面都是以油制光 以四兩薄千斤 你想想,以明春當年是女孩子 他有什麼能力去抵禦那些強手呢 所以都是一個很油的功夫 對呀,聽來講 我葉敏忠師的身形也不是很高大 那時候我師傅和師傅的身形差很多 差很遠 我師傅的梁相差不多200磅過外 身又高,拳頭又重 但我葉敏那時候又不是很健碩 風度偏偏,好像樹生一樣 後來經過梁相榮葉敏切齋之後 他決定拜葉敏忠師當師傅 那時候在茶居工會 就叫同學 你們不要學什麼 我們一語學併春 嗯…